迎吕雪凤变身顶太风店员。接待田中丽奈吃小笼包。 吕雪凤变身顶太风店员花絮。图华影,20101804.20。 台日合作电影《盛情款待》,上周趁着日本女星田中丽奈来台宣传时,特地招待她到顶太风享用小笼包。 而台湾的东道主吕雪凤,也特地向顶太风店员学习待客之道,让远从日本来的田中丽奈享受满满热情款待,让她开心不一直呼满足。 影片一开始,吕雪凤先是向顶太风店员学习待客之道,店员表示盛情款待最希望就是有温度的服务, 主动给予客人关心,并且询问需要,使客人感觉温暖。 吕雪凤同时也展现影后功力,以现学现卖的日文招呼田中丽奈,却立刻被田中丽奈认出,还用中文询问是不是雪凤子, 并邀请她一同分享小笼包。 多次来台的田中丽奈也说,我喜欢台湾,台湾人亲切,也有待客之道。 不过对吕雪凤来说,最难的不是现场学习如何接待贵客,而使讲日本发音又小小的不标准, 这让演戏相来讲求精准的她不小心NG笑场,也让现场拍摄记录这段待客过程的气氛相当欢乐。